韩国教练为中国女区他不惜叛国,却含惜离去,丢一句是可杀不可辱,战功赫赫,的韩国金牌教练金厂博,曾率领国家女区队获得奥运会的银牌,他对中国区棍球运动充满感情,为此甚至不惜跟祖国媒体翻脸,他是业内近人皆知的俊老头,被中国本司亲切称为老金,性格刚烈,人品正直, 但最终的结局却让人不胜唏嘘,2008奥运帅中国女区取得奥运银牌,达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后,手去棒磊中心高层表示要加强奔赌教练的培养,为人厚道的老金,觉得忠心的思路在里,极放弃续约的努力,准备另谋出路,以金厂博的水平,根本不愁后路问题,在他离任同时,就有多职国家对为其开出了主帅的职位, 中国的不少省队也向其身出了橄榄汁,但令金厂博气愤的是,此后不久忠心竟突然改变初衷,抛出教练敬聘说,在接受采访时,忠心更是表示,中国女区主教练将通过敬聘产生仪式,通知了金厂博, 但是他没有报名参加,也没有前来竞聘,会上投下他拥有的一票,但金厂博说他对此一无所知,直到报纸的记者将这一说法告诉他,金厂博才知道原来自己是主动放弃, 他当场就愤怒地打电话给忠心的有关领导讨说法,但最终选的还是原中国男曲教练, 韩国人金香烈,而非本土教练,那么,为何要放弃金厂博?因为国家体育总局对于下届奥运会的战略没有确定, 国家体育总局各中心主任,按惯例在奥运后开始轮岗,年底国家体育局局长会议也要召开, 这一系列会议工作之后,未来中国体育政策才会明朗,走向才会明确,奥运周期的结束往往是很多东西的结束, 与北京奥运会前中国体育,对于外教的高需求相比,奥运会后各项目中心领导以及原先的赞助计划都有变化, 尤其是09年还有全运会,各项目对于外教的需求,不再像过去那么强烈,而一代功勋也被卸磨杀驴, 而在2011年,金厂博还在中国遇到了另一番耻辱, 在入主上海女区最后仅仅47小时,毅然决然地放下率议,在接受记者采访时, 金厂博表示,上海市体育局领导很多次到我家里找我,希望我帮助上海队, 说没有教练,没有队员,需要我帮助他们,被上海方面的诚意打动, 即使深感任务之重,金厂博还是带着豪行壮志上路了, 但是抵达上海后,老金的一腔热情却遭遇兜头冷水, 据上海媒体报道,在抵达上海女区基地后, 没有任何人出来迎接金厂博,从入住到吃饭, 再到购买生活用品,都靠人生地不熟的老金自己摸索, 更冷酷的现实还在后头, 自日在跟教练组沟通时,老金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回应, 大家都用消极懈怠的态度告诉他, 我们不欢迎你,等到和队员相见时, 金厂博的心已经冷到了极点,队员问甚至指, 言,我们适应不了你的训练方式, 你为什么不拒绝上海体育局的邀请, 当天晚上,金厂博就搬着行李离开了训练基地, 是可杀,不可辱,离开上海前,金厂博在把给上海体育局领导的短信中这样写道, 对于脾气刚烈的老金来说, 这趟短暂的上海之行,无异于一次吃辱, 为什么上海女婿会如此抗拒老金入主? 真相是这样的,金厂博是著名的魔鬼教练, 对于他训练的强度,上海队从队员到教练都很害怕, 多年来,上海队上下其实都习惯了一种不紧不卖的节奏, 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的抱负,只想守着一份饭碗, 但是老金的到来,很可能让他们的舒服日子过到了头, 其实,最让金厂博寒心的是, 抵制他的上海队教练组成员,全都是他昔日的弟子, 对其中的一些人,他甚至可以用恩众如山来形容, 但是,他抵达基地后,这些尊称他为金老师的弟子, 却没有一个人过来看望他,甚至连个招呼都没打, 这是做人最基本的啊, 金厂博痛心的窥探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